为追求美女富翁坐轮椅装残疾,看她如何不断圆晃,本集里哥带来电影《真爱百分百》,一个如何获得真爱与寻找自我的故事。 乔斯兰是一个花心有钱中年帅哥,他逢流成性,喜欢用不同身份和不同的美女短暂的约会,然后就离开。 这天当他和他的好友马克思吃饭时,接到了一个电话,他的母亲去世了,也就是这个电话开启了他找到自我和米的真爱的旅途。 乔斯兰开着抄跑匆匆来到墓地,竟然还走错了地方,等他找到母亲的葬礼所在地时,葬礼已经开始了。 他的哥哥给了他母亲家的钥匙,母亲希望他在房子卖掉钱去看一眼。 乔斯兰在母亲的房子中,看着母亲留给他的信件,听着收音机中母亲生前最爱的歌曲《独自舞蹈》。 正是一个女人推门进来,她是新搬来的邻居,名叫朱莉。 她奔邀请邻居帮忙搬东西,但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乔斯兰,就连忙表示不用,乔斯兰奔想解释, 身材性感的朱莉。一听她是个照护员,就决定将计就计,用残疾的身份给自己谋福利。 马克思对乔斯兰的行为很不赞同,但乔斯兰依旧我行我素。 她坐着轮椅来到朱莉家,想请她去喝咖啡,朱莉答应了。 朱莉在她家发现了尿布,那是乔斯兰母亲用的。 喝完咖啡临走时,乔斯兰向朱莉坦诚,倒不是坦诚她不是残疾,而是坦诚自己有工作。 朱莉好像想到了什么,于是邀请乔斯兰去她母亲家玩。 乔斯兰开着超跑来到小镇,在路边农民的奇怪眼神下坐上轮椅。 她来到朱莉家,没想到的是,朱莉是想介绍她同样身腿残疾的姐姐,佛罗伦斯给她。 饭后,乔斯兰和佛罗伦斯尴尬地聊着天,乔斯兰的心还在朱莉身上。 佛罗伦斯巧妙地嘲讽了乔斯兰,引起了乔斯兰的兴趣。 乔斯兰和马克思讨论自己遇到的情况,马克思对她的行为很不满,认为应该坦诚认真对待佛罗伦斯。 但乔斯兰还是轻飘带过,朱莉来找乔斯兰,却遇见了乔斯兰的哥哥。 乔斯兰的哥哥在和朱莉的谈话中,明白了弟弟正在做什么,但他并不揭露。 他在母亲的墓地找到乔斯兰,劝他接纳自己,别再骗人。 乔斯兰不予置否,乔斯兰喜欢长跑,这可能因为他是设计跑鞋的人。 某天他在公司办公室换衣服时,佛罗伦斯突然拜访,因为乔斯兰说过自己的公司名称。 乔斯兰来不及找到轮椅,只能坐在办公桌上,衣服也没穿好,尴尬地迎接佛罗伦斯。 他来替他妹妹的行为道歉,因为他未经乔斯兰同意,就把佛罗伦斯介绍给乔斯兰。 他也刚好在附近参加网球比赛。 乔斯兰想坦白自己不是残疾,但被佛罗伦斯打断,因为他是受不了他人的同情眼光,鼓励他要接受这一切。 乔斯兰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。下班后,乔斯兰来到佛罗伦斯比赛的场馆,看着佛罗伦斯为胜利而拼搏,被他身上那种积极向上的热情深深吸引。 比赛结束后,乔斯兰去找佛罗伦斯,被邀请去和其他队员一起吃饭。 在饭桌上,乔斯兰提出了一些奇怪的问题,遭到队员们的疑问。 无数的疑问扑面而来,乔斯兰猛然惊醒,这只是一个梦。 乔斯兰的助手玛丽听从乔斯兰的指示,前去拜访佛罗伦斯,回来后改掉了乔斯兰的签约时间,让他去看佛罗伦斯的音乐会,并说他的欺骗行为很糟糕。 到了那一天,乔斯兰向酒店进了一把轮椅,去音乐厅,看佛罗伦斯演出,被他在舞台上的优雅与自信所折服。 音乐会结束后,他在后门等佛罗伦斯,两人一起去吃晚餐。 用餐时,乔斯兰还被邀请唱一段他母亲最喜欢的歌曲,两个人都很开心。 乔斯兰送佛罗伦斯回酒店,佛罗伦斯请他到房中坐一坐,但乔斯兰最终还是没有进去,而只是在佛罗伦斯脸上印下一个吻就离去了。 乔斯兰和马克思来到派对上,却没有了从前的兴致,他回到家打电话约佛罗伦斯来自一家。 佛罗伦斯觉得他在走动,被乔斯兰否认。 等到了约定的晚上,佛罗伦斯穿着一些红裙来到乔斯兰的家。 乔斯兰在自家使用轮椅显得十分的笨拙。 在佛罗伦斯弹琴时,乔斯兰轻轻站起来,但他又退缩了。 他们在院中用餐,用完餐后,乔斯兰按下开关,他们所处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泳池。 佛罗伦斯的红裙摆浮在游泳池上像一朵灿烂的花,法国人的浪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乔斯兰觉得自己很不对劲,于是去问马克思,马克思认为他坠入爱河了。 他带着玛丽和马克思去见佛罗伦斯,因为佛罗伦斯想要认识他的朋友。 他们一起用餐食,玛丽说一句错一句,还遇到了佛罗伦斯的一位男性朋友。 餐桌上,马克思决定揭露乔斯兰其实并不是个残疾,被乔斯兰制止。 以去厕所清理衣服为由带走马克思,而在厕所又遇上佛罗伦斯的男性朋友。 乔斯兰手忙脚乱,又是一出大戏。 朱莉找到乔斯兰,扇了他一个巴掌,他从乔斯兰的哥哥那知道了真相。 他警告乔斯兰,48小时之内告诉他姐姐真相,且不能伤害到他。 乔斯兰去找他的父亲,父亲建议他去路德来一次神迹之旅。 而朱莉正和佛罗伦斯在外逛街,朱莉忧心忡忡。 哪知佛罗伦斯早就知道乔斯兰并不是残疾,他只是体会被爱的感觉。 等到真相揭露的那一刻,他就会离开。 他细心燃赴了乔斯兰的神迹之旅,假装不知道乔斯兰在路上的诸多暗示。 然而乔斯兰并没有成功康复,施展神迹的法师的话让他深思。 但在半路上佛罗伦斯快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上,乔斯兰顾不得自己的残疾身份,挺身救下佛罗伦斯。 安全之后却不是喜悦,而是两人的相对无言。 佛罗伦斯生硬地表示,这是神迹出现,然后默默推着自己的轮椅走了。 乔斯兰之后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, 他仿佛放下了所有,从这一段感情中脱身而去。 但他冒着危险,开车拦住了佛罗伦斯所乘坐的大巴,上车只会说一句,对不起。 乔斯兰去参加了马拉松,他已经不年轻了,气喘吁吁,在路程的最后跪在路上休息。 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张轮椅,是佛罗伦斯。 乔斯兰坐在佛罗伦斯腿上,佛罗伦斯摇着轮椅,然而一起冲向终点,在终点紧紧拥吻。 乔斯兰本是个风流无度的浪子,他逃避自己,总是借各种身份烈焰,在遇到佛罗伦斯之后,从他身上看到闪闪发光的努力生活的美好。 很多人都是乔斯兰,但我们可以选择向往并成为佛罗伦斯,不为别人,只为能够生机勃勃,对生活怀有期待和爱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哥。